一,也许有些人很可恶,有些人很卑鄙,而当我设身为他想象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比我还可怜,所以请原谅所有你见过的人,好人或者坏人。 二,你能够不高尚,但不能无耻,你能够不伟大,但不能卑鄙,你能够不聪明,但不能糊涂,你能够不博学,但不能无知,你能够不交友,但不能孤僻,你能够不乐观,但不能厌世,你能够不慷慨,但不能损人, 三,你能够不追求,但不能极度,你能够不进去,但不能倒退,三,人生最大的快乐不在于占有什么,而在于追求什么的过程,四,人生最大的骄傲,就是在成年时实现童年的梦想,五,大海的宽广在于汇集大大小小的川流, 六,生命的汪洋在于包容深深浅浅的缘分,六,曾几何时,在众说纷纭中彷徨,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曾几何时,在他人的知语片岩中迷茫,却一双飞离困惑的翅膀,曾几何时,没有选择坚守易或听取的胆量, 心中少一片照亮前路的阳光,朋友,别把心灰,别把气丧,请听取心灵对真善美的呼唤,让心灵之灯与你导航,七,任何的限制,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的, 八,人生有些事,错过一时,就错过一世 九,有些人会一项刻在记忆里的,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忘记了他的笑容,忘记了他的脸, 十,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树与树的距离,而是同根生长的树枝却无法在风中相依 十一,说了你又不听,听又不懂,懂又不做,做又做错,错又不认,认又不改,改又不服,不服也不说, 十二,那叫我怎样办,十二,为什么我们要买那么多高跟鞋,就是为了能够换着不一样的地方脚痛, 所以,你以为下一个男人会更好,没准只是从磨脚跟变成磨脚纸, 十三,云中有风,风中有我,我能有什么? 云对风说,风对我说,我能对谁说? 十四,做工作的有心人,老板的贴心人,同事的关心人 十五,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时间和机会,不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借口 十六,每个月要读一本书,离开了学校,你还要经常持续阅读的习惯 大学读时候,考前的通宵打蛋,让你具备了快速学习的潜力 不要让这种潜力顿化 十七,愚痴的人,一向想要别人了解他,有智慧的人,却努力地了解自己 十八,寂寞的人总是会用心地记住他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 于是我总是意犹未尽地想起你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属我的寂寞 十九,最大限度地学习赚钱的本领 钱是一个人活着的根本,是做人的尊严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二十,如果你知道去哪,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二十一,人不能过于复杂 我们的世界原本简单 只是人们复杂的思想把这个社会变得恐怖 变得无奈,变得唯利是图 是因为一个过于复杂的思想 往往会把一些正常而简单的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二十二,雨对水说你看不到我的眼泪 因为我在水里水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 因为你在我心里 快乐要有悲伤作陪 雨过就阴就有天晴 如果雨后还是雨 如果忧伤之后还是忧伤 请让我们从容应对这离别之后的离别 微笑地去寻找一个不可能出现的你 二十三,做生活的爱好者 用心准备营造你的家庭 公共婆婆的家如果你也能善待 你将拥有一生的幸福 二十四,人生最低的境界是平凡 其次是超凡脱俗 最高是反扑归真的平凡 二十五,给装X的人一棒子至少证明你正常 至少他不敢再找你牛 耽误你宝贵的时间 二十六,对自己好点 因为一辈子不长 对身边的人好点 因为下辈子不必须能够遇见 二十七,对人恭敬 就是在装严你自己 二十八,我常常以为 记忆是最容易模糊的东西 在时间的流逝里 它会一团团地淡去 而中学生活的以日日枯燥的翻转 也慢慢淡去 刻骨的 只有那么几个回眸 牢不可破地沾在了记忆里 二十九 活着的气度则是要刚柔并济 胸中有天地 要坚韧不拔 顽强不屈 要傲骨狭长 正直勇敢 三十 没对象也千万别去争婚 相信自己相信缘分 三十一 每一棵大树的成长都要理解阳光 也包容风雨 三十二 完整的人生应有三感 使命感 失落感 危机感 三十三 活着的气度是昂首挺胸 独立寒冬 应对漫天大雪 而微然不动的英雄豪情 是酷暑三浮 雷雨交加 坐于书房 面部改色 挥笔提书的那份悠然宁静 三十四 每一种选择都有不一样的结局 就如走不一样的路 就会有不一样的风景 所以 如果想看灿烂的风景 不妨沉思片刻再做选择 三十五 多和父母兄弟姐妹沟通 不管有事没事 互相问候一下也好 三十六 人生最大快乐 是自己的劳动得到了成果 农民劳动得了收获 工人劳动 除了产品 医生劳动 治好了病 教师劳动 教好了学生 其他工作都是一样 三十七 人能够不美丽 但要健康 人能够不伟大 但要快乐 人能够不完美 但要追求 三十八 不爱的爱情 永远不会变坏 所以 我们调情 我们暧昧 却永远不要相爱 三十九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置身何处 而是我们将前往何处 四十一 人生就像一起 一步失误 全盘皆输 但不一样的是 人生不如一起 任何人都没有再来一局的机会 因此 在每一个阶段 都要用心思考和感悟 四十二 不要做爱情弱智 关注自己的幸福 不等于将就别人 与有希望 与你共命运的人 在一起才理智 四十三 苹果最光辉的一刻 就是砸在牛顿头上 四十四 试着学会说不 有时候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帮人 不必须讨好 四十五 沈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六 人生伟业的建立 不再能知 乃再能行 四十七 寒泪播种的人 必须能含笑收获 四十八 没有水的地方 就是沙漠 没有声音的地方 就是寂寞 四十九 想拥抱梦想 它却在遥不可及的地方 想拥抱回忆 它却化成小鸟 在臂膀间飞走 人总是在太阳下追寻梦想 却在灯火阑珊处追忆往昔 五十 当你感到悲哀痛苦时 最好是去学些什么东西 学习会使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五十一 我们缺少的不是机会 而是在机会面前将自己重新归零的勇气 五十二 最快的脚步不是跨越 而是继续 最慢的步伐不是小步 而是徘徊 最好的道路不是大道 而是留意 最险的道路不是陡坡 而是陷阱 五十三 读不读书跟潜力有必须关系 但是不是绝对 没上过学的人却不必须是文盲 社会是疯狂的 五十四 漂亮女人也许是魔鬼 丑陋女人的却可能是天使 上天总是公平的 不要以貌取人 五十五 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 钱 永远都是最有效最直接的通行证 五十六 也许你的得道与失去并不相衬 也许你的失去与得道并不对等 但是要记住的是 或为福之起 福为祸之音 五十七 最快乐的人并不是一切东西都是最好的 但他们会充分享受自己已有的东西 五十八 恋爱不是慈善事业 不能随便施舍的 感情是没有公式 没有原则 没有道理可循的 但是人们至死都还在执着与追求 五十九 点起脚尖 我们就能离幸福更近一点吗 六十 人生的聚会是一种缘分 有时分离也是一种爱的祝福 六十一 世间的许多事情都如此 当你刻意追求时 它就像一只蝴蝶一样振翅飞远 当你摒去表面的凡尘杂念 为了社会 为了他人 专心置于一项事情时候 那意外的收获 已在悄悄地问候你 六十二 我不在那里 请不要在我的坟边哭泣 因为我没有睡去 六十三 如果有一天我们在路上重逢 而我告诉你 我此刻很幸福 我必须是伪装的 如果只能够跟你重逢 而不是共同生活 那怎样会幸福呢 告诉你我很 很幸福 只是不想让你知道 我其实很悲哀 六十四 爱情要掌握火候 过分将就 不是爱情 那是犯贱 犯傻 犯糊涂 六十五 现实的城市 犹如雾中的风景 隐隐地散发着忧郁的美 承载着没有承诺的梦 六十六 要想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都难呼其难 做事只能谨言慎行 闲暇时还得长思挤过 莫论人非 六十七 不和没素养的人交往 免得受其影响 要知道静默者黑 但是也坚决不做恶人 三奸其口 三思而后行 六十八 人应以一颗佛心去处世 那样争斗自然会减少了许多 人性也会平和了许多 人与人之间 也会少了许多尔虞我诈 多了极许温馨 极许和谐 六十九 要相信自己 即使身处逆境 也不要轻言放弃 七十 父母更年期陪他一起度过 却宽容地看待一切 你也会有这么一天 七十一 你在一生中 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 只有一次 那就是此刻 然而 许多人却在悔恨过去 和担忧未来之中 浪费了大好时光 七十二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 没关系 是一种风度 如果你付出了真诚 却得不到风度 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七十三 一个有信念者所开发出的力量 大一个只有兴趣者 七十四 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 你或者选择说出来 或者装作不知道 万不要欲言又止 有时候留给别人的伤害 选择沉默比选择坦白痛多了 七十五 别跟后比非主流 你已经比但是了 七十六 互相宽容的朋友 必须百年同舟 互相宽容的夫妻 必须百年共枕 互相宽容的世界 必须和平美丽 七十七 如果没有云 天空会不会寂寞 如果没有天空 云到哪里停泊 七十八 我们缺少的不是机遇 而是对机遇的把握 我们缺欠的不是财富 而是创造财富的本领 我们缺乏的不是知识 而是学而不厌的态度 我们缺少的不是理想 而是身体力行的实践 七十九 快乐是一种心态 不是一种状态 八十 学会孤独 没有谁会把你当保护着 学会独立 不能再一味地麻烦别人 自己的事自己做 学会绝情 该滚的就滚 该留的就留 学会长大 不能再那么任性 学会忘记 不能活在过去的时光中 八十一 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 就是平凡 人生中最长久的拥有 就是珍惜 八十二 前方无绝路 希望再转角 八十三 我是扬起千千变变的风 我是雪地里闪闪的白光 我是浮照在田野里的太阳 我是夜空里的星星 八十四 人生 没有永远的伤痛 再苦再累 只要坚持走下去 属于你的风景 终会出现 八十五 如果你自己明明对 别人硬说你不对 你也要向人忏悔 修行就是修这些 你什么事都能忍下来 才会进步 就是明明是你对 你也要向他人求忏悔 那就是修行了 八十六 情绪有时如一棵树 快乐是笔直的树干 春天来时 抖抖快乐的枝干 那些枯黄的树叶和绸云 便会纷繁扬扬的失落 春天来时 抖抖快乐的枝干 生活便会展开美的笑颜 八十七 明明灭灭的人生 我愿做一盏灯 温暖你的寒冷 关照你的一生 八十八 要学会打扮自己 愉悦自己 只有珍惜自己的人 才能得到别人的珍惜 八十九 每一天 点钱睡觉 每一天 点钱起床 熬夜是自毁青春最大的表现 九十 根本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下去 反咬它一口吗 九十一 人生就像马拉松 获胜的关键 不在于瞬间的爆发 而在于途中的坚持 你纵有千百个理由放弃 也要给自己 找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 九十二 当你的错误显露时 可不要发脾气 别以为任性或吵闹 能够隐藏或克服你的缺点 九十三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置身何处 而是我们将前往何处 九十四 有些是过去了 就是过去了 注定成为过去 有些人离开了 就是离开了 注定成为以前 九十五 现实一点 爱情在现实面前总是那么苍白 别以为灰姑娘的事情 会在你身上发生 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九十六 人生坎坷 风雨 永不停息 努力拼搏 战胜自己 无怨无悔 九十七 走自己的路 让能说的人说去吧 你只要做就行了 九十八 为自己活着没什么错 自私一点没什么坏处 九十九 如果背叛是一种勇气 那么理解背叛 则需要一种更大的勇气 前者只需要有足够的勇敢就能够 又或许只是一时冲动 而后者考验的却是宽容的程度 绝非冲动那么简单 绝非冲动那么简单 需要的唯有时间 一百 许多时候 与现实之间 往往具有必须的距离 我们必须学会随时去调整 无许多简单 无论如何 人不就因为不切实际的誓言和愿望而活着 一百零一 把脸一向向着阳光 这样就不会见到阴影 一百零二 一帆风顺的人 往往经受不住挫折 一百零三 在什么都不确定的年代 我们总是爱得太早 放弃得太快 轻易付出承诺 又不想等待结果 戒指 不再是一生一世的承诺 终生相守的誓言 却成了纪念伤感的烙印 就像有人说过的 戒指好笔爱情 戴在手上 也是戴在心上 伤在心上 便也伤在手上 不敢碰的 是那心里的伤 不原斋的 是那难舍的爱 一百零四 生命无法用来证明爱情 就像我们无法证明自己 能够不再相信爱情 在这个城市里 诚如劳力士 是物质的奢侈品 爱情则是精神上的奢侈品 但是生命脆弱无比 根本没办法承受那么多的奢侈 一百零五 人就这么一辈子 没有来世 所以让我们从微笑开始 人活一辈子 开心最重要 一百零六 多听家里的安排 个性是婚姻方面 记住 家里人是不会害你的 一百零七 小时候摔跤 总要看周围有没有人 有就哭 没有就爬起来 长大后 遇到不开心的事 也要看周围有没有人 有就爬起来 没有就哭 一百零八 别人讲我们不好 不用生气难过 说我们好 不用高兴 这不好中有好 好中有坏 就看你会不会用 一百零九 仇恨永远不能化解仇恨 只有慈悲 才能化解仇恨 这是永恒的治理 一百一十 赚别人的钱 越多越好 贫穷才是命运的最大的敌人 一百一十一 我的一生始终持续着 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好处 在于付出 在于给予 而不是理解 也不是在于争取 一百一十二 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 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 一百一十三 一句无心的话 也许会点燃纠纷 一句残酷的话 也许会毁掉生命 一句及时的话 也许会消逝紧张 一句知心的话 也许会愈合伤口挽救他人 一百一十四 参加朋友的婚礼 您别喝高了 不省人事 这是很雷人 一百一十五 很多大事往往败在小人物手里 因为做大事情的人 总是容易忽视小人物 一百一十六 当我们懂得了爱的真谛 学会了珍惜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遗失的就会少很多 一百一十七 爱其实是一种习惯 你习惯生活中有它 它习惯生活中有你 拥有的时候不觉得什么 一旦失去 却仿佛失去了所有 一百一十八 只有使自己自卑的心灵自信起来 弯曲的身躯才能挺直 只有使自己懦弱的体魄健壮起来 束缚的脚步才能迈开 只有使自己狭隘的心胸开阔起来 短视的眼光才能放远 只有使自己愚昧的头脑聪明起来 愚昧的幻想才能抛弃 一百一十九 在错的时间 遇见错的人 是一段荒唐 在错的时间 遇见对的人 是一阵叹息 一百二十 你改变不了环境 但你能够改变自己 你改变不了事实 但你能够改变态度 你改变不了过去 但你能够改变此刻 你不能控制他人 但你能够掌握自己 你不能预知明天 但你能够把握今日 你不能够样样顺利 但你能够事事尽心 你不能延伸生命的长度 但你能够决定生命的宽度 一百二十一 爱情无需刻意去把握 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 反而容易失去自我 事物原则 失去彼此之间 就应持续的宽容可谅解 爱情也会因此而变成 毫无美的形式 一百二十二 你不知道我在想你 是因为你不爱我 我明明知道你不想我 却还爱你 是因为我太傻 也许有时候 逃避不是因为害怕去应对什么 而是在等待什么 一百二十三 亦幽亦喜皆心火 亦容亦哭皆眼尘 静心看透颜良事 千古不做梦里人 一百二十四 安乐给人与舒适 却又给人与早适 劳作给人与魔力 却能给人与长久 一百二十五 工作上有烦恼时很正常的 动不动就带回家是不理智的 不负职责的 哪里出了问题在哪里解决 一百二十六 人不要等明天 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有没有明天 一百二十七 很多人 因为寂寞而错爱了一人 但更多的人 因为错爱一人 而寂寞一生 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却注定了无法相守 不是我不够爱你 只是我不敢肯定 这爱是不是最正确的 一百二十八 需拿出你全副的精神 与社会奋斗 为事业奋斗打出一条血路来 一百二十九 有时候微笑是成功最大的杀手锏 少说话多做事 外加附送一个微笑 你就离成功不远了 一百三十 当你劝告别人时 若不顾及别人的自尊心 那么再好的言语都没有用的 一百三十一 都说人往高处走 但是高处不胜寒 谁往低处流 谁知低处那百川 一百三十二 能戒烟戒酒就开始戒吧 一切还不晚 一百三十三 别人永远对 我永远错 这样貌比较没烦恼 一百三十四 多少次又多少次 回忆把生活划成一个圈 而我们在原地转了无数次 无法解脱 总是希望回到最初相识的地点 如果能够再一次选择的话 因为能够爱得更单纯 一百三十五 有大海一样的胸怀 生活中还有什么事情 会让你失去笑容呢 一百三十六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 没关系是一种风度 如果你付出了真诚 却得不到风度 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一百三十七 一生中 只要心淡如菊 声明显著 就会守之以脸藏 人生顺其自然 淡然处之 你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 人生就会幸福快乐 生命就会精彩灿烂 一百三十八 人最大的困难是认识自己 最容易的也是认识自己 很多时候 我们认不清自己 只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 给了自己一个错觉 所以 不怕前路坎坎坷 只怕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一百三十九 人与人之间的很多矛盾 都是从傲慢中来的 都觉得自己比别人更高明 比别人更有见识 比别人更正确 于是相互轻视 矛盾就逐渐升起了 一百四十 在对的时间 遇见对的人 是一生幸福 在对的时间 遇见错的人 是一场心伤 一百四十一 白白地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一百四十二 看所有有时间看的电影 一部好电影胜过一本书 还比较节省时间 一百四十三 要随波逐浪 不可随波逐流 一百四十四 人 只要拥有微笑 就能够豁达乐观地活着 人 只要时刻持续微笑 就能够在漫漫人生道路上 拥有一张永久的通行证 一百四十五 香烟爱上火柴 就注定被伤害 一只风筝一辈子只会为一根钱冒险 在爱的世界里 没有谁对不起谁 只有谁不懂得珍惜谁 一百四十六 我年轻时想变成任何一个人 除了我自己 一百四十七 没见过草原 不知道天多高的多厚 没见过草原上的白云 不知道什么是空灵 什么是纯净 一百四十八 互相宽容的朋友必须百年同舟 互相宽容的夫妻必须百年共整 互相宽容的世界必须和平美丽 一百四十九 尽管我们越来越现实 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最初的梦想 一百五十 谁也不敢说 我生来就是蝴蝶 但只能说你生来就是在温室的花丛里 而我们是在自然的树海里 饱受着各种考验 当有一天 我们都蜕变了 你是蝴蝶 我也是蝴蝶 但我能够飞得更高 更远 而你展翅 未必就能铺闪着那美丽的翅膀 一百五十一 最深的悲哀莫过于长大 从此 笑不再纯粹 哭不再彻底 一百五十二 对自己好点 因为一辈子不长 对身边的人好点 因为下辈子不必须能够遇见 一百五十三 钢琴的爱人是手 泪的爱人是喜 爱人的爱人是一辈子 你的爱人是我 一百五十四 如果我爱你 我就会理解你 透过你的眼睛去看世界 我能理解你是因为我能在你身上看到我自己 在我身上也看到了你 一百五十五 人生十字路口是一道选择题 谨慎选择才能确保正确方向 糊涂选择就已步入歧途 放弃选择就会迷失方向 一百五十六 节约时间 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 更加有效 而也就等于延长了人的寿命 一百五十七 别跟父母降嘴 你已经长大了 一百五十八 很多人 很多事 原本是熟悉的 以为明天能够再继续的 于是转过身暂时放手 想的是明日又将重聚的希望 你回应 我靠近天堂 你沉默 我成了经过 太阳落下去重新升起 一百五十九 人生最高之理想 在求达于真理 一百六十 友情 是人生一笔受益肥浅的储蓄 这储蓄 是患难中的青囊相助 是错误道路上的逆耳中言 是跌倒时的一把真诚搀扶 是痛苦时抹去泪水的一缕春风 一百六十一 种子放在水泥地板上会被晒死 种子放在水里会被淹死 种子放到肥沃的土壤里 就生根发芽结果 选择决定命运 环境造就人生 一百六十二 没有幻想没有期望 就如同鸟被捆住了翅膀 过多的幻想过高的期望 就像鸟不知飞向何方 一百六十三 你在一生中 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只有一次 那就是此刻 然而 许多人却在悔恨过去 和担忧未来之中 浪费了大好时光 一百六十四 寻找自己的同类人 人以群分 个性是对待婚姻慎重 宁可拆十座庙 不分一个家 一百六十五 在无尽的追寻中 你会有一个又一个巧合和偶然 也会有一个又一个意外和错过 现实的城市犹如雾中的风景 隐隐地散发着忧郁的美 承载着没有承诺的梦 一百六十六 无论如何都要学会给自己制定计划表 免你自己选 一百六十七 大海的宽广在于汇集大大小小的川流 生命的汪洋在于包容深深浅浅的缘分 一百六十八 有了成绩要立刻忘掉 这样才不会自寻烦恼 有了错误要时刻记住 这样才不会重蹈覆辙 有了机遇要立刻抓住 这样才不会失去机会 有了困难寻找对策 这样才能迎刃而解 一百六十九 有车有房是稳定的基础 是腾达的契机 抓住了继续加速的前行 一百七十 不要常常觉得自己很不幸 世界上比我们痛苦的人还要多 一百七十一 当一个人看清自己的航行路线是多么迂回曲折的 他最好依靠自己的良心作为领航员 而知道在适当的时候自动管束自己的人 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心态平衡 也才可能拥有幸福的家 一百七十二 多看娱乐能够让自己思维更活跃 注意要跟上潮流 一百七十三 我不知道我此刻做的哪些是对的 那些是错的 而当我最后老死的时辰我才知道这些 所以我此刻所能做的就是死力做好每一件事 然后期待着老死 一百七十四 一棵小草 也许永远不能成为参天大树 但它可能做最绿最坚强的小草 一滴水 也许永远不能像长江大河一样奔腾 但它能够成为所有水中的最纯的那一滴 一百七十五 人之所以能 是相信能 一百七十六 每周最好有个聚会 甭管跟家人的还是朋友同事的 交流中总会有收获 一百七十七 紧握双手 什么都没有 打开双手 世界就在手中 从小到大 我们受到的教育都是如何努力 如何坚持 如何永不延弃 其实 很多时候 我们更需要学会如何放弃 一百七十八 我们避而不谈的是真实的自己 怕被别人看穿 更是怕好不容易才伪装的自己被毁于一旦 一百七十九 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是一生幸福 在对的时间遇上错的人 是一种悲哀 在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是一生叹息 在错的时间遇上错的人 是一世荒唐 一百八十 我们为什么而活着 为快乐 神 那样的人最美 自信的人 所以我们不但快乐 而且自信 一百八十一 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一百八十二 他忧伤而美丽的面容 是我一辈子都读不厌倦的诗 一百八十三 谁都不是救世主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而且都是有大 一百八十四 年轻的情怀 喜欢一个人 爱一朵花 其实并没有错 在我们长大过程中 只要爱过 喜欢过就是美丽的 一百八十五 如果人生是一段旅途 快乐与悲伤 就是那两条长长的铁轨 在我身后紧紧跟随 一百八十六 昨日是一张已注销的支票 明天是一张七票 今日是手上的现金 一百八十七 耶稣在星期五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是全世界最绝望的一天 但是三天后就是复活节 所以 人在困境中应学会 至少在等三天 一百八十八 有很多的奢看让人羡慕 但只能看而止步 那就是人格 一百八十九 人生总有许多偶然和巧合 两条平行线 也可能会有交汇的一天 人生又有许多意外和错过 握在手里的风筝 也会突然断了线 一百九十 人不要等明天 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有没有明天 一百九十一 做婚姻的忠实使者 时刻准备步入婚姻殿堂 好好准备做一个好丈夫 好妻子 好母亲 一百九十二 有一种缘 放手后成为风景 有一颗心 坚持中方 显真诚 你懂了 我接近天堂 你不懂 我成为经过 一百九十三 听人家说话 有耐心 再不愿意听 也不要随意打断人家的诉说 也许你能从别人的诉说中获得教训 一百九十四 当窗外的风雨来了 我们有房屋 当心中的风雨来了呢 一百九十五 我们确实活得艰难 已要承受各种外部的压力 更要面临自己心里的思宜 在苦苦挣扎中 若是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光 你会感应一种生命的暖意 或许仅有短暂的一天 就足以使我感奋不已 一百九十六 我不知道我此刻做的哪些是对的 那些是错的 而当我最后老死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些 所以我此刻所能做的 就是尽力做好每一件事 然后等待着老死 一百九十七 星星啊 我曾无故地爱你很久 之后 我发现你属于所有的眼睛 我不爱你了 之后我又发现 谁也无法占有你 我更爱你了 一百九十八 失恋平常心 你要是还大哭大闹 酗酒闹事 那真的很可悲 一百九十九 我们确实活得艰难 一要承受种种外部的压力 更要应对自己内心的困惑 在苦苦挣扎中 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光 你会感到一种生命的暖意 或许仅仅仅有短暂的一撇 就足以使我感奋不已 两百 KTV不要包夜 对生理时钟是挑战 别毁了自己的好习惯 二百零一 世界上那些最容易的事情中 拖延时间最不费力 二百零二 终而复始 日月事也 死而复生 四时事也 其正相生 循环无端 长跌相生 循环无穷 机遇孕育着挑战 挑战中孕育着机遇 这是千古验证了的定律 二百零三 人不能不长大 长大就像是赶路 一路风景常换常新 二百零四 人生的重大决定 是由心规划的 想预先计算好的框架 等待你的星座运行 如期待改变我们的命运 首先改变新的轨迹 二百零五 不要因为众生的余移 而带来了自己的烦恼 不要因为众生的无知 而痛苦了你自己 二百零六 最浪漫的三个字 不是我爱你 而是在一起 二百零七 没有一种好生活 是一帆风顺的 没有一种幸福 是不经历痛苦的 没有一种成长 是不需要努力锤炼的 没有一种收获 没有一种收获是不需要努力耕耘的 二百零八 走的桥多 不必须走的路就多 吃的盐多 不必须吃的饭就多 走路的时候有伴就不觉得路远 吃饭的时候有伴就吃的香 二百零九 我爱你十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不爱你 你说你是什么 二百一十 坚决不做小三 小三时髦 但通常下场悲惨 二百一十一 不要轻易借钱给别人 借钱的人往往是老大 你都不知道自己算老几 二百一十二 生命是属于你的 你就应根据自己的愿望去生活 二百一十三 爱一个人最重要的也许不是山盟海誓和甜言蜜语 生活中的一些琐事 更能体现它对你的用情 那才是爱的密码 二百一十四 如梦醒来 暮色已降 豁然开朗 欣然归家 吃换也好 感悟也罢 在这青春的飞扬的年华 亦是一份收获 游丝花开不是为了花落 而是为了更加灿烂 二百一十五 夸奖我们 赞叹我们的 这都不是名师 会讲我们 只是我们的 这才是善知识 有了他们 我们才会进步 二百一十六 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 没有彩排 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 把握好每次演出 便是对人生最好的珍惜 二百一十七 大海的宽广在于汇集大大小小的川流 生命的汪洋在于包容深深浅浅的缘分 二百一十八 如果我们能够勇敢地去爱 坚强地去宽容 大度地去为别人的快乐而高兴 明智地理解身边充满爱意 那么我们就能够取得别的生物所不能取得的成就 二百一十九 最浪漫的三个字不是我爱你 而是在一起 二百二十 金钱能圆无前十的梦 也能断无前十的情 能同苦 不能同甘的夫妻 越来越多 一个人能够失败多次 只要他还没有责怪旁人 仍然不是一个失败者 失败者的底线 二百二十一 走进原野 才能饱赏春天的美色 融入江河 才能感知下水的温柔 采摘硕果 才能品尝秋天的味道 走过寒冬 才能感知春天的温暖 二百二十二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 死后会不会袭来东风冷雨 既然方针是地平线 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二百二十三 少看那片 那就应是小时候的回忆 二百二十四 机遇如清水 无处不可留 机遇如月光 有细皆可存 二百二十五 如果最亲近的人 我们都无法相信 我们 还怎样活下去 二百二十六 如果我爱你 我就会理解你 透过你的眼睛 去看世界 我能理解你是因为我能在你身上看到我自己 在我身上也看到了你 二百二十七 记得有人说 通往心脏的血脉是在无明纸上 你知道我多想在今生 清尽所有 牢牢地拴住你的无明纸啊 二百二十八 当你眼泪忍不住要流出来的时候 睁大眼睛 千万别眨眼 你会看到世界由清晰变模糊的全过程 心会在你泪水落下的那一刻变得清澈明晰 二百二十九 低调 学会低调 因为高调就因属于很需要高调的人或后 大部分后都不在这个范畴 两百三十 我们在错误的时间相遇 在正确的时间却又分开 两百三十一 时间过了 爱情淡了 相爱的人也就散了 如果圆尽一定要牵扯 原本的完美就会变成重束缚 变成个你我都困在其中的牢笼 我会无法呼吸 你舍得看到我不自由吗 两百三十二 机遇如清水 无处不可留 机遇如月光 有细皆可存 两百三十三 说出来的不是苦 说不出的才叫苦 两百三十四 人生有些事 错过一时 就错过一世 两百三十五 那些以前说着永不分离的人 早已经散落在天涯了 两百三十六 有些事 我们明知道是错的 也要去坚持 因为不甘心 有些人 我们明知道是爱的 也要去放弃 因为没结局 有时候 我们明知道没路了 却还在前行 因为习惯了 两百三十七 这世上最累的事情 莫过于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心碎了 还得自己动手 把它粘起来 两百三十八 互相宽容的朋友 必须百年同舟 互相宽容的夫妻 必须百年共枕 互相宽容的世界 必须和平美丽 两百三十九 当日子成为照片 当照片成为回忆 我们成了背对背 行走的路人 沿着不一样的方向 固执得一步步远离 再也没有回去的路 两百四十 学会在菜市场讨价还价 不要以为后 还就因很潇洒 两百四十一 人生有无限的可能 两百四十二 思路决定出路 两百四十三 现如今 奉承领导已经不叫拍马屁了 如果你跟领导都没个笑脸 那你就会成为倒霉蛋 两百四十四 你来人间一趟 你要看看太阳 两百四十五 人生最美的东西之一 就是母爱 这是无私的爱 道德与之相形建筑 两百四十六 如果你想成功 那么你要记住 遗产为零 诚实第一 学习第二 礼貌第三 刻苦第四 精明第五 两百四十七 俗话说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到了哪一代 这都是名言 两百四十八 错把绝不当勇气的人 人生路会越走越窄 两百四十九 有时间就去做皮肤护理 男人女人都一样 奔过就来不及了 两百五十 每一发奋努力的背后 必有加倍的赏赐 两百五十一 像鱼问水 像马问路 像神佛打听我一生的来源 而我呀 我是腾在谁心头的一泡尘土 两百五十二 都说人往高处走 但是高处不胜寒 水往低处流 谁知低处那白川 两百五十三 你任命比抱怨还要好 对于不可改变的事实 你除了任命以外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两百五十四 吃亏的总是自己 记住 吃亏才是福气 两百五十五 如果是件好事 肯定错过 如果是件坏事 必然发生 不希望发生的事 结果便不发生 希望发生的事情 其实现步了 两百五十六 信任 是人生一笔 弥足珍贵的储蓄 这储蓄 是流言袭来时 投向你的善意的目光 是前进道路上 给你的坚定的陪伴 是遇到困难时的 全力以赴的支持 是遭受污蔑时 取感痛苦一盏心灯 两百五十七 让人把话讲完 是大度是千功 是强而不锐 也是有力量的体现 容颜要有勇气 没有勇气 则听不得正言 容颜要有耐心 两百五十八 如果人生是一段旅途 快乐与悲伤 就是那两条长长的铁轨 在我身后紧紧跟随 两百五十九 一个人只有时刻 持续幸福快乐的感觉 才会使自己 更加热爱生命 热爱生活 只有快乐 愉快的 才是创造力 和人生动力的源泉 只有不断自己创造快乐 与自己快乐相处的人 才能远离痛苦与烦恼 才能拥有快乐的人生 两百六十 以客人之心客己 以容己之心容忍 两百六十一 你永远也看不到 我最寂寞时候的样貌 因为只有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才最寂寞 两百六十二 为了赞美而去修行 有如被践踏的香花梅草 两百六十三 以为蒙上了眼睛 就能够看不见这个世界 以为捂住了耳朵 就能够听不到所有的烦恼 以为脚步停了下来 心就能够不再远行 以为我需要的爱情 只是一个拥抱 两百六十四 我们就是沿着过去的轨迹 走向明天 那些完美纵然留在心中 但毕竟属于以前 挥手走好 回望过去 以前的那些都已过去 不管是酸甜 还是苦辣 都在岁月中慢慢消逝 成为历史 成为记忆 两百六十五 欢乐与痛苦 同样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 是人性到达一种高处状态的表现 一个人要有一种永恒欢乐的心态 必须在经历无数次痛苦 品尝无数次忧伤之后 体会人生坎坷之后 并从才能真正明白人生好处 才能真正体会 什么是快乐与痛苦的并存 两百六十六 也许上帝当年从亚当身上抽出那根肋骨时 他就想到了 他想女人永远都能够要男人的命 他能够让你生 也能够让你死 因为他以前是保护男人心脏的那根肋骨 他能够保护你的心脏 也能够刺穿男人的心脏 两百六十七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 没关系是一种风度 如果你付出了真诚 却得不到风度 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两百六十八 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 两百六十九 广结众元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两百七十 是时间就看书 没时间也要读报 了解最新动向 把握政策是一条捷径 两百七十一 肯老是无奈的 你需要改变 父母给你时间 但不能等你一辈子 必须要进取 两百七十二 心中有所牵挂 生命才会坚强 两百七十三 能够把自己压得低低的 那才是真正的尊贵 两百七十四 会玩的人才会工作 但是我们长大了 就因玩得更科学一点 压马路就算了 两百七十五 九般的思念 一饮就醉 醉时就用全部的热情 读着忧伤的月色 于是 越醉了 越醉了 我也醉了 两百七十六 你的情绪必须要好 想得到的不必须是你最需要 认认真真做事 踏踏实实睡觉 即使有些忧伤 也要把它藏好 此刻还不是深秋 你的收获 环美到 两百七十七 对前途 要看得乐观些 对人心 看得悲观些 两百七十八 你目前所拥有的 都将随着你的死亡 而成为他人的 那为何不此刻 就不失给 真正需要的人呢 两百七十九 生命如流水 只有在他的急流 与奔向前去的时候 才美丽 才有好处 两百八十 当一个人看清 自己的航行路线 是多么迂回曲折的 他最好依靠自己的良心 作为领航员 而知道在适当的时候 自动管束自己的人 人才能获得 真正的心态平衡 也才可能拥有幸福的家 两百八十一 有道是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套一句老话 成功者千万别骄傲 不定哪天你那光环 就套到别人头上了 失败者也不必气馁 失败是成功之母吗 两百八十二 我们用一只眼镜 看见现实的灰墙 却用另一只眼镜 勇敢飞翔 接近梦想